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盼与你共渡云和月 月明前 追到光遍江 谁在等他浪迹天涯 或花是片花前月下 请了真假风貌年华 回目的那路路走过多少个年度 不开了重重的迷雾 布满荆棘的路途流星 划过了夜幕随便琳琅又漫眸 是谁在偏偏的起舞 化作抛影找不住 靠开了爱恨情潮随波逐流 流星唤醒唤梦有谁的余梦 黄热念那温柔在他胸口 洒心成琉璃值半长成他的双眸 听听雨年长是意见 量不一切曾渡一切 我遥望鼓里风和雪 盼与你共渡云和月 就是姑想知道 这文和舞之间 你们觉得对大圣而言 孰重孰轻啊 乘主 臣以为此题不妥 有何不妥啊 大圣以文立邦 以德制天下 乃先祖之志 君师之教也 可举继位朝廷 选拔人才 一座天子治理天下 则不可不论 道德 礼法 文章也 五道 乃莫留小记 若殿士论之 天子崇之 则下必笑咽 天下风从 陈恐暴民风起 永 月月 城主恩泽徐家 命女娃娃 同世子一起读书 你可不要辜负了 这难得的机会啊 那我问你 唯正已得 这往后 该怎么说呀 唯正已得 唯 无先祖各出 无君师 遏制 二者偏忙 焉也安忍 孙先祖 而龙君师 殿士 事已止论 道德文章也 太成大人 城主所说的武 乃是安邦治世的大道 而非私斗犯尽的小记 徐元帅勘定西北 嚷出外祸 保我大胜太平 所依平的 正是这武道之大者 我就说嘛 还是小乐懂我 懂姑的本意啊 尚心岂敢妄策 臣只是有感于 城主夫人一门的忠心 和功勋 有感而发罢了 只是锦月 你如果能早日归来 就更好了 太成 锦月说的极是 姑说的 是治世安民的大事 而非武刀弄棒的小事 既然如此 臣 无话可说 不 题目既定 便可以开始酝酿作答 若有疑问 可以随时提出 好啊 城主 这两篇 皆为华彩之章 臣也为可取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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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成 这个今天时候也不早了 咱们都回去洗洗睡吧 好吧 时辰上早 城主怎么就不批了呢 姑从早上开始看到现在了 这次啊 算是姑求你了 你就饶了姑吧 行吗 好啊 蒙先主八主 立身庙堂 敢不尽心 敢不尽心 竭力 我都会背了 太成 不在这一时 回去休息吧 城主 这次李维选出的人才 将来都是大晟的栋梁 怎可这 五毒 送太成和二位大臣 先回去谢谢 太成啊 明日咱们再尽心竭力 太成 请吧 太成 请吧 夫人自己兴高采烈出的题目 怎么不直接批示 这就卷了 妾身这不是忘词了吗 这总不能在众人面前 让大家看这儿堂堂成主 打小抄吧 你还有理了 笔拿来 你干什么 我不需要你帮我 刚刚我都跟太成说好了 明日在战 好 那你自己看吧 对了 城主 你看这篇 是不是写得挺好的 不是不让我看吗 言辞直白 无甚出彩 有什么好的呀 这文采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啊 可是 这篇是写军户的 句句在里 而且颇有自己的见底 妾身以为啊 咱们选臣子 是要选能干的 而不是选那些 一事作对 此 此早华丽的 尚可 今日 妾身可是选了一个有用的臣子 城主 你要怎么奖励妾身啊 奖励 你要顾奖励什么呀 我看你 很能取悦你自己啊 什 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因为 今日妾身改了题目 惹重主不开心了 我不开心 你在意吗 我看你今日跟萧锦月在大殿上 聊得非常地欢 你懂我 我懂你 甚是心有灵犀呀 姑今日就不应该去 费心帮你出什么提 不 等等等等啊 咱们不是在聊考卷吗 怎么还把人家萧锦月给牵扯出来了 那再说了 我跟萧锦月聊得来 不是实属正常吗 城主忘了 小的时候 就我们俩相处的时间最久啊 是 姑十岁就立为王储 就得单独跟着太成学习用人之道 而萧锦月呢 陪你到了十六岁 等你跟我大婚 她才离开金安城 出外游历 你们之间的回忆啊 姑哪赶得上啊 城主 确身怎么觉得 城主今日说话酸酸的呀 莫非 你是吃醋了 姑吃醋 姑奶城主吃什么醋啊 简 简直是笑话 你就是吃醋了 原来就是因为在朝堂之上 妾身多跟萧锦月 说了几句话而已 再说了 就算我跟锦月有什么 那也是大婚之前 大婚什么 大婚前怎么了 你说 没事 姑都知道 城主 你知道什么了 你说的妾身都要信了 萧锦月那点小心思 你以为姑不知道吗 你就说吧 你 是不是对萧锦月 你几日前拿着黑镜毛管 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 你 没什么你只睡得醒了 凶 凶什么醒了 兄长 这人啊 是要睡觉的 这不睡觉 会出人命的 你困什么呀 电视也未去 听说你在府中睡醒了 就斗曲曲 这斗乏了又继续睡 你是公爵 怎么可以如此地被懒呢 不听不听 兄长念经 徐悠然 你能不能发明一种食物 让兄长乖乖地去睡觉的那种 不能 公业自进门 说的话可比城主要多得多 好 城主 可有什么扰心之事 太婆 我以前最喜欢来你这里 你总是能帮姑解开心结 可是城主 今日自从进门以来 未曾言说烦恼 臣实在不知该做如何解释 是 想让你帮我看看 那 萧锦月跟徐悦 谁 萧锦月跟徐悦 兄长你在想什么呢 自从你上次喝银耳羹之后 我就觉得你奇奇怪怪的 长嫂做事一心为你着想 我是看在眼里的 你要对她起疑心 那长嫂可真要心寒了 她心寒 我还心寒呢 太婆 快帮姑 看一看心相 城主说的 臣看不出 但 臣倒是看出来 今夜城主夫人 倒是有应付了 什么 夫人 宝剑 你怎么来了 夫人 您在这倒是热闹 您要是再不回去 城主就被双人大人抢走了 城主夫人 您看您现在进去真不合适啊 好 好舒服 夫人 夫人 夫人来抢城主了 夫人 夫人来抢城主了 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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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这身衣服 穿得可真漂亮 谢城主夸奖 城主 妾身 这力道如何 特别 刚好 城主 殿主 公子 妾身 他在这身衣服 与此他们的羽手 你不要留任我 又来抢眼睹 他在这儿 来差不多了 宝剑 很有钱 这个 你都会把车 把把你自己的先通过 回去吧 你这是做什么 向我示威吗 我一个坐拥三妻四妾的城主 有什么理由 去质疑一个心里头 只有孤的夫人呢 再说了 你又不信任我 我不得多跟内院走动走动 一杯不食之需啊 过些日子就要举办穷林宴 庆贺新科进士 到时城主得携夫人一起出席 城主 到时好自为之吧 你威胁我 我怎么敢威胁你 哪里威胁你了 就刚刚 那还不是因为你 因为我 你是因为你自己吧 城主夫人 大家都是侍奉城主的姐妹 还望夫人多体谅 莫相欺惨时 你闭嘴 你是在为萧锦月跟姑生气 城主说反了吧 姑没有生你的气 姑只是担心萧锦月 她别有用心 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 她的人品 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感情的事情 人品和理智管得住吗 要不怎么城主一出征 她萧锦月就回来了 还天天来这里给母上请安 城主说得是 人品和理智 如果都控制不了心中的妒忌的话 那如何去管理文武百官呀 妒忌 姑妒忌她 笑话 你们男人总说妒忌是女人的恶邪 你们男人又何尝不是呢 你看你刚刚姓冲冲的 冲进叶华宫的样子 那是因为 姑在乎你 你在乎的是你的身体吧 就我现在这副皮囊 难不成我还能跟萧锦月睡 你的妒忌根本就毫无根据 你 我真是搞不懂你了 去北京的时候 我第一次觉得 自己是你的妻子 可是回来之后 才发现你我只是陈属关系罢了 我一直以为 你我可以真正做得两不相宜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 是我太天真了 你哭了 我好 我也冲了 你 我不得了 你 我 你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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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变花开得极好 我和宝刀都不知道该摘哪朵 摆在丘陵宴上了 夫人 夫人 宝剑 我们尚未入院前 这萧锦月是不是常来徐府啊 锦月是不是常常去徐府 夫人何须问宝剑啊 宝剑 你去看看玉兰花开了没有 岔子烟红开变 倒是更显得玉兰洁白如玉 清新素雅地可爱 是 夫人 你不去琼琳宴候着 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赶早去给珠母大人请安 刚从此安宫出来 路过此地 是路过 还是打听了本夫人 恰在此处 夫人 我确实有话要对你说 我知道你这些年 在这里过得不开心 也知道你在内院 过得如履薄冰 你是自由自在惯了的 小玉 若是有一天您想离开的话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 离开 离开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放肆 我何时与你这般亲近了 若锦约冒犯了夫人 还请夫人恕罪 我方才为你图的 是荆草墨 荆草墨 你忘记了 十二岁那年 你我还有你二哥 一起玩闹 那时候你二哥不慎将我推倒 我臀部受伤流血 我们不敢告诉家里人 是你找了很多荆草 揉碎了给我止血 从那时候起 我就养成了 一直把荆草揉碎了 带在身上的习惯 臀部 亲手 你忘了 我早忘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是夫人 你是朝臣 以后不许再这样跟我说话 还有什么离不离开的话 以后不许再提 该去备了 诸位寒窗苦读 一招金榜提名 可喜可贺 应 应大喝一杯啊 是不是 来 骨干了 五杯 大喝的 二杯 我去派一杯 一杯 我了 我我去吃洪梵 大喝一杯 你去吃洪梵 于是已行 今够了 我们来对诗吧 奉长大人的提议好 真是了解城主 那城主出题面对诗吧 对诗 对诗好啊 看来城主 心中已有主意 那是自然 只是姑想听听 锦月有什么 更好的想法没有 既然城主刚刚提了酒 那我们就以 没酒为题怎么样 没酒好呀 果然呀 锦月的想法和姑的想法 还不相上下 莫不如 就随了锦月吧 既然题目已定 锦月 学识书浅 就由我 先来抛砖引玉了 诗离燕舞 阴歌帝 重拾咸云 也鹤鸡 唯念精华 折留者 远持杯酒 望于归 好文采 好文采啊 来 姑啊 敬你一杯 张浩然 城主很是喜欢你那篇 关于文武之道的文章 你是五举人出身 但又精通文理 实在是难得得很哪 小生张浩然不免 城蒙城主 钦点为状元 就莽撞出列 先来献个丑了 琼林宴上 落莺香 玉碗城来 琥珀光 实在苦读 登进士 精安从此 世无香 好 好诗 好诗啊 诸位果然好文采 诗也对得很好 不像那些 只会舞刀弄枪的 武将 你们以后啊 才是大晟的希望 都要努力啊 是 城主 我等定当 陆立同心 共安设计 陆立同心 共安设计 好了 接下来啊 就由逍遥宫带你们队诗 好 顾县去更衣了 公宋 城主 公宋 城主 公宋 城主 会读书了不起吗 会做诗了不起吗 会做诗了不起吗 姑没有 你就有 你守无负极之旅 我嘲笑过你吗 我爹 他征服扎姆夕 靠的是银式作对吗 我孤身一人 公亲出征 平复北境 我显白过吗 你就是觉得我读书少 故意让我在这么多人 面前出仇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就有 还有我告诉你 我跟萧锦月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那三年前 我看到他了 就他那个酸肉的样子 就知道死读书 还说什么大丈夫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你说这肚子里 有点文模又如何呢 这还不是落得像个 小鸡仔 切身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切身想起来了 当时切身是在数楼那个西席 我爹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了 非要让我读什么女界 我当时看见那个老西席 我头就大 不过后来 他被我欺负的也没好到哪儿去 总之成主 切身没有说过你的坏话 因为以前 切身觉得你是这世上 最完美的人 看来以前是孤误会了 月儿 真在顾明白 你不明白 你如果真的明白的话 当初就会来问我 也不会把误会 藏在心里那么久 说白了 城主就是不信任切身 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凶我 我没有 你有 你出去 你出去 切身明白了 如今这凤衣宫啊 是你的地盘了 那我走 就是我 你这都不信任的 没有 那么你 缠尽 吉他 吴哗 呀哈 哗 呀 呀大 武渡 我的拳法现在如何呀 城主的拳法自然是出神如化了 这都是我的战场上学来的 城主就是城主 学什么都快 马屁精 对了 把这糕点和茶水啊 给夫人送去一份 是 主妇宝剑 别说是我送的 是 这夫人披宫文的样子 怎么跟城主一模一样 我的尊官 你吓我一跳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城主让我给夫人送茶点 还特意嘱咐说 不让夫人知道是她送的 不让夫人知道 为什么 闹别扭了呗 闹别扭 过来 宝剑姑娘 我问你 你有没有发现 这段时间城主和夫人怪怪的呀 你也这么觉得 刚才城主练拳的时候 那一招于是像极了夫人 夫人这几个月 倒是也不与我连剑了 而且突然稳重起来了 你说这是怎么了呀 你别瞎瞩了 这自然是习惯趋同 心灵相通了 这就是夫妻相啊 这 可是 他们相互也不理对方啊 我先走了 城主 你这是怎么了 我去宣医师 只是太久没活动筋骨了 小伤 没必要大费周折 可是城主 你以前流碧血的时候 都会宣医师的 你 你怎么能自己处理的 我说小伤不必大费周折 下去吧 我 什么啊 下去候着吧 是 以守则顾 怀敌复远 顺民安邦 何而为业 哎呦 喂 我的城主 还没试毒呢 你怎么喝了呀 啊 以后啊 不用那么麻烦啊 啊 啊 你 这 这 哎哎哎哎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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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稀想来 城主这段时间 真的是太反诚了 我走 哎哎哎哎哎 城主 顾取文书来 啊 哗 嘿 嗯啊 嗯啊 我这刚一觉得饿 你小子就把吃都送过来了 嘿 你帅仓过得心思 帅仓得够准的呀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essa 何源来 过来 无都总管 您有何吩咐 我问你 你随城主出征 可见城主有什么异样 咱们城主 英武不凡 乃世间寒痞 我是说 你觉得城主 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总管此话怎讲啊 我六岁禁运 八岁跟着城主 城主的一切 我是最了解的 他以前遭人算计 吃了有毒的陶糕 多亏江苑者 把他给救回来 从那以后 城主见到陶糕 他都不敢碰 有的时候见到还会 还会呕吐 然而今日 我刚才去给他送陶糕 他不但没有呕吐 还狼吞 还狼吞虎咽的 总管 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原来 我对你怎么样 总管对于运来自然是好的 就像家人一样 来 我跟你说 一会儿去到里面 把那个东西给我拿出来 知道吗 怎么说 我 今天今天就在哪里 城主 你做什么 不是 这特别的 这特别人 你让我冤枉 谢谢 你 我的 昨天的糕点 给夫人送去了吗 回城主 无毒没有进去 直接给保健姑娘了 行 那你先下去吧 是 夫人尝尝看妹妹的手艺 妹妹真是手巧 这糕点做得这般精致 我看着都不忍心下口 这都是宝刀姑娘教我做的 怎么样 夫人觉得口外还行吗 十分软糯香甜 宝刀姑娘今天怎么不在啊 她呀 没事就喜欢去私善间转悠 城主夫人 城主有令 召夫人前去觐见 好 我知道了 你先退下吧 我待会儿就去 城主主妇无毒 一定亲自带夫人前去 真是不巧了 真是不巧了 夫人您先去吧 妹妹这就先行回去了 改日再来向夫人请安 好 这女人心哪 真是海底针 很久了 城主只让夫人一个人去 这是为何 城主就是这么吩咐的 好 保险你留下吧 是 这不是去冷院的路吗 城主叫我来这里做什么 你确定是这里吗 夫人放心 说吧 究竟怎么回事 夫人 马上就到了 城主在里面等着您呢 那城主可有说 是因为何事即召我 五毒不知道 五毒 城主从来没有带我 来过这个地方 你到底居心何在 夫人 城主在里面等着您呢 您一看便知啊 也罢 他呀 倒是没少给过我惊吓 我 看 那你 你 你 我 好大的瘫子 城主夫人 剑刃无毒 得罪你了 放我下来 你可知 绑架夫人是什么罪吗 夫人 我管他什么罪呢 我今天豁出去了 夫人 你 你就入室抄了吗 你把 你把城主怎么了 你不好好伺候城主 你在这儿胡闹什么 夫人 你装什么糊涂啊 我说的不是那个假城主 我说的是真城主 哪有什么假城主 城主就只有一个 城主以前对夫人是 退避三舍 可是这半年 突然变了 我以前 没有多想 我现在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说 你是不是怪城主不恩宠于你 你把城主给绑架了 你找了一个极其向他的人 来冒充他 你还是给他喝了什么迷魂汤了 你笑什么笑 你瞒得了谁 你也瞒不了我 我自幼侍奉城主 城主的脾气秉性 我是最了解的 别人看不出来 我肯定能看出来 现在这个人绝对不是城主 我 请我一点点运气就能让我遇见你 请我一点点默契就能让我好欢喜 请我一点点思念加倍换给你 别担心 这世界很多风雨 我给你一小片点心 这未来很多猜忌 我与你两不一赌气 这辈子长得离太多不可及 爱恋始终如意 我的爱也 缘 太多考验 仅在眼前 又犹豫不决 请好当它偷偷出现的第一世界 已经被我察觉 我的值得 请你 你别太埋怨 幸好 月老也不及牵线 让昨天就些抱怨考验都变成红线 把你握紧相恋 一百天底写 天地 侧了你 但不已是将真心看清 在瞬间或许已经低下室言 自己不分离 我心之间楼依然的灵气 到街中为你无耳独移 其实随忍如少年是一件大秘 就会 你才有一些年底刺了你 然不已放此相思脱离 三千若随我只允许一条你 有余生引起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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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